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一九岁他就决定要一次领 结果竟然只领了36万 所以我们再尽量来谈一谈 一次领 如果你想一次领 要怎么领最划算 不过憲哥这个阿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么惨 他怎么会到79岁才退休 这个阿伯 他是56岁的时候自己开公司 然后当然就要加入劳保 那么到79岁他准备退休 一共缴了22年两个月 结果他就申请一次退 因为79岁了嘛 阿伯也知道说 我如果月月领 我不一定贏你 要跟你拼 那是你79岁 月月领 我们都知道月月领 其实会比较好 是啊 但是不一定贏你 因为这是 对吗 事不及时 事不及时 结果呢 一次领 才36万 结果如果同样的一个条件 他是60岁退休的话 131万 差100万 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 再来告诉你答案 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想所有即将要退休的人 心里都有一个挣扎 我到底该一次领 还是月月领 我来问一下大师 你用完应该一次领 还是月月领 大家都说会招过七八年 月月领才会合 我去年退休的时候 我还是选择AA领 因为每个月有固定的薪水收入 所以你还是选月月 可是你是投资大师 你不想一次领完之后 你一年来 可以投资一个8% 10%的 根本比月月领更壞 因为我本身还有储蓄 所以我拿那些钱去买股票 那边是赚一些菜钱 所以我当时就勾AA领 你是选月月领 对 那是私房钱 对 加菜金而已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的考量不同 有些人想要一次领 他可以取得投资理财 有些人担心政府会破产 所以他想一次领 那像这位阿伯呢 他说我年纪大了 所以我一次领 所以每一个人状况不同 那我们就来讲 为什么这个阿伯只领了36万 那为什么这个陈先生 他选这个一次领 会领这么少呢 因为就这个一次领的这个规定 他的年资 就只能认到顶多65岁 好 我们来看 想不到这个阿伯呢 他的年资只有8.3个月 关键就在这8.3 没错 因为他只有8.3 所以乘出来的给付金额 就非常少 没错 就用他的金额去算 只有36万多 好 我们都会仔细地来算一下 不过刚刚憲哥有讲 一般60岁的劳工 如果他投保薪资是 43,900 对 他的投保年资有22年 有两个月的话 他的一次领 可以领到131万 对 为什么这位阿伯却只领36万 我们好好来帮他打打算盘 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陈先生 他本来就是说 我要领一次金的这个金额 65岁以后的这个老保年资 要合并60岁以前的老保年资 那这个是怎么算呢 60 60岁以前他是依照这个 第一年到第15年这个老保年资 是每个月以一个月的基数来算 每一年一个月 好 来 关键还有另外一个关键 他是56岁才开始投保 他56岁才开始投保 56岁到60岁只有 4年 顶多4年 大概3年多 这次年呢 他的基数就只有4 好 那我们再往下算 再一路算 60以后呢 又只能算5年 对 顶多 他虽然有够认真 有够打扮 做到79岁 但是我跟你说 65岁到79岁 对一次领退休而言 对 那都是不好的年资 对 不会算进去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 你准备要一次领 如果你就打定主 我就是要一次领 65岁以后 不算 那些年资都没算 没错 所以你如果准备要一次领 请你在65岁赶快去退休吧 没错 那退休之后 你说那我还在工作怎么办 没关系 退休之后 如果你还在工作 你只要在劳保局 保值灾保险 值灾保险 值灾保险非常非常便宜 我那天去劳保局问了 他说不到千分之三 是 比如说你保45800 一个月才100多块钱 所以你如果是一次领的 观众朋友 请你在65岁 你就去办退休 65岁以后你继续工作 没关系 你保值灾保险一个月 罢归扣就该管了 对 而且我们的雇主 还要帮你提第二层 自提的部分 劳退薪制的部分 还是可以提的 好 那个部分是 另外固执的部分 对 另外的部分 所以呢 阿伯 第一个 泰宛投保 是 泰宛投保呢 第二个他不知道 他65岁以后的年资没算 不算 所以他傻乎乎的 一次领又到79岁才就领 所以他如果65岁去领 他也没差 是 但是他到79岁去领 对 结果二十六岁 没错 所以他的公式就是 他的投保平均薪资是 43900乘以8.3 为什么8.3 我们刚好告诉观众朋友 56岁到60岁是4年 60到65岁是5年 最多 所以总共应该是 照理说是9年 但是他有几个月 所以他只有8.3 所以陈寅 算出来是364370 所以其实陈先生 他应该是要选 月领比较划算 不过也真的 就像先哥讲的 他真的是年纪太大 不知道可以活多久 月领领几年 那我干脆一次领好了 好 那我们也帮他算成月领 好不好 月领他可以领多少 月领就划算太多了 因为60岁以后的年资 都可以并入计算 来我们来看 我们是22年多 我们就23年比较好计算 43900他的投保信息 乘以23年去乘以 这个费率1.55% 算出来他一个月 可以领15650块 所以换句话说 陈先生如果选月领的话 不好意思 他不是本来领36万多吗 他大概领两年 就划算了 我们来算一下 36万又4370块 除以15650 对 23.3个月 大约两年 所以说实在 陈先生他现在是 79岁 对 他如果有信心 可以多超过 81岁 他在月领看 就会好 这样可以跟他拼 跟他拼看看 对 两年是可以跟他拼 不符 有什么 因为他已经选择一次力 他不能再回头了 不能回过去了 对啦 这些是不符 但是我是说 他先看我们的节目 他拷路 真的要提醒一下 是不是要跟他拼 所以来 一般劳工当你在退休的时候 当然你有各种因素来做考量 但是如果很实际的 纯粹的钱的角度来考量的话 其实一般一次领 大约呢 跟月领的差距是 月领大概领超过7年 是 7年以后的 就比一次领多了 多了 所以你们是拼7年以后 你们就是比一次领更多了 对 你看我60岁退休 67岁 67岁 65岁退休 72岁 真的 不过因为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 还是很想搞懂 到底一次领 到底是怎么算的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那这个呢 一次金的部分 他用劳保的年支 来计算这个基数 只要在第一年到第15年 都是每做一年 就是一个月的基数 但是呢 从第16年开始呢 就是每一年 用两个月的基数 但是呢 最高最高 是不超过45个基数的 所以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第一个 我们不是要乘以多少吗 对 投保月薪 乘以多少的 这个基数到底 如果你是一次领 到底要怎么算 你要先搞清楚 第一个是 如果你工作20年 1到15年 都算每一年一个基数 对 可是15年往后 到20年 1年乘以2 好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你工作嘛 20年 你的基数是多少 15加5乘2 是10 所以你12 所以你12 15 可是你要算 雖然很多人年轻 就出来工作了 所以你要算 如果你的基数 会超过45 后面 通通不好 对 所以我刚刚讲了 两个不好的年次 一个是 如果你是一次领 65岁以后 不好 你如果是一次领 你的基数 超过45 不好 所以很多人年轻 他可能 所以18回20回 就开始吃饱了 18回就开始吃饱了 那很多 因为很多 夜校的工读生 很早就加劳保了 所以他可能算是 哇 我的基数算到50 60 那都不好 所以当你是一次领 那不好的年次 对你来说 没帮助嘛 你不如早一点办退休 好 所以第一个 年次知道怎么算了 第二个 什么样的人 可以一次领呢 好 一次领跟月领的条件不同 有三种状况 你是可以提早领 这个一次金的部分 就是你参加这个 劳保的资格 满15年 而且你年满55岁的人 第二个呢 就是你 或 你在同一个投保 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投保单位 参加了这个保险 年资超过满25年 也可以申请退休 比如说他20岁才有工作 如果他一次领 他顺便45岁就可以领 是啊 他就可以赶快把钱领出来 对 顺便他可以去投资理财 或做其他的规划 是 然后第三个条件就是 参加这个劳保的年资合计 不管你换过几个工作 满25年 而且你年满50岁就可以了 这个从我妈妈那个年代 就是那种 十几岁就去当女工的 就很多都是这种 阿姨年纪就可以了 所以你年资只要满25年 假设你是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24岁开始工作 其实你到 你如果中间都没有休息时 其实你50岁就可以退休了 因为你已经满25年 又年满50岁 对 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或你达到任何条件 你就可以一次领 所以月领得等到65岁 现在已经改了 很多像我们这一辈都65岁 除非你是民国40几年 什么的可能 我们曾经讲过 我们就不细说 一般来讲现在 月领大概要到65岁 你才能开始领退休金 但是如果你是一次领 符合这三个条件之一 你可能50岁就可以退休了 或者你甚至于 你如果十八岁出来吃头肉 都没玩头家 25年 你四十几岁就能退休了 是 所以如果想提早领退休金的观众朋友 要选择一次领 那我们就仔细来帮观众朋友 来算一算 好 不过他的月头保心思业有不同 有不一样 我来解释一下 刚刚我们就帮大家做了一个表 一个就是有年金 就是月领的部分 那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 可能这边我们就不要 好我们今天就不要管月领 我们就管一次领 一次领的部分 它分两个很凹口 一个叫老年一次金给付 一个叫一次秦龄老年给付 是不是差不多 那它唯一的就是中间画一条线 就以民国98年为界限 你如果是民国98年以后 才开始投保老保的人 你就试用这种 如果你是在这之前 民国98年以前 你就已经有参加老保的年资 这属于救治 你就可以符合这种资格 你不要管这个名次 反正你第一次加保 第一次 可能你在 在念书的时候 你在做公读生的时候 你就先去加保 你人生的第一天投保 是在什么时候 你第一天投保 如果是在民国98年1月以后的 你要用这个算 好等会再来告诉你 好 那如果你是在97年12月31号以前 你就投保的人生的第一天投保 是 那你用这个标准 对 好 那98年以后的呢 它的标准是用 5年 它的计算的标准 就是我投保期间薪资 最高的60个月 也就是5年的平均薪资 最高 这要用5年去算 对 是 投保期间最高 但是呢 这个呢 救治它就是用 我在申请退休前3年的平均 这个实际薪资来算 那所以如果你是民国97年12月30以前 投保的 你想要领一次领比较高的退休金 麻烦你在退休前3年 让你的投保金额可以提高 是 如果你的老板是帮你高薪低报 你请你的老板照实报 总之你还有机会挽救 是 没错 所以你在退休前3年 那36个月 请你用比较高的投保金额来投报 是 那你就会让你的一次领的金额提高 是 好 所以 这是月投保薪资的部分 大家都搞清楚了 那我们就要好好来算一算 来算一个例子 我做了一个花花的例子 假设花花她的年值是26年又8个月 那她呢 在她的退休前3年的平均的投保薪资是28,865块 我们来算一下 那以她的年值来 我们算 第一年到第15年 每一年 基数是1 15 从第16年到第26年又8个月 总共是11.67 这样子一个年份 去乘以2 我们有交过观众朋友 15年以后是乘以2 它有23.34 所以我们把15再加上23.34 加起来多少 38.34 好 她28865 乘以38.34 是 所以花花呢 如果她一次领 她可以领走110万6684 好 所以花花就可以自己去考虑 她到底是要过几年 退休月领 还是要现在一次领走 好 所以这是在一次领的部分 怎么去规划我们的劳保退休金很重要 好 姐姐带你来关心的是 那怎么花钱当然也很重要 来星巴克杠上路易莎 最近好像打得很凶 所以现在开始基出买一送一第二杯半价 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 希望能够挽救买气 为时一个月 路易莎和星巴克到底打得多凶 我们都会再来告诉你 不过星巴克买一送一 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当然为了要刺激买气 为了要增加营收 人家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今天最好康 过去都是一天一星 这次不是新年山一五月 这就代表后面的事情 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大条 最近我们本土的一个路易莎 他现在全省已经开到480家 那我们来看星巴克476家 他整个总加速已经超过星巴克 另外后面还有一个 COMEOUT他116家 有追兵啊 对 这开始从后面追过来了 所以现在如果从加速的一个角度来看 路易莎是第一名 然后星巴克第二名 然后后面还有COMEOUT 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以前的 我们比较中小的一些本土的品牌 而且你如果有看到那个雏神 就是那个周星史的雏神 他们不是在香港里面 在展店的过程里面 用围棋的方式把你包起来 这一次路易莎完全学那个雏神 你看我们看到在永和 好我们来看一下星巴克的永和 危机是什么 是星巴克永和来 你只要在哪一家 你开始星巴克在这里 星巴克在这里 星巴克在这里 星巴克星巴克 我们以前说 我们如果要买房地产 在大陆跟着星巴克走 对不对 现在不是 我要开店 我就是以你为目标 我把你包起来 我把你包围起来 这是下围棋的方式 当然没有把你拿掉 没有吃掉 但是我要分一杯羹 而且我三家 我可能分三杯羹 这样一包围起来以后 他们对路易 对这个星巴克来讲 他受到了一个冲击 就非常大 这是从永和路易沙 我们来看三重 也是一样 用围棋式的夹杀 你看星巴克 星巴克 旁边 通通都是路易沙 那你开一家星巴克 可能他的成本 可能要500万左右 一家的星巴克 开一家路易沙 可能只有50万到100万 所以我什么 我就跟你打这种 所谓的冷火 我不会贴在高棍 我用打高棍 我就把你打死去 来我们看 台湾星巴克的年报 从2015年的时候 他的EPS 我们看最下面的EPS 因为他的股本非常小 星巴克的最大股东 就是统一 所以我们看他的股本非常小 就是3.6亿 所以从2015年 他是节节往下掉 他的EPS往下掉 但是他的盈余差不多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来我们来看 2015年23.22 我会怕死 太多了 2016年21.63 2017年22.43 2018年19.95 今年的上半年只有8.5 如果我们把它乘以2 对不对 乘以2 假设乘以2 那么今年应该差不多17块 所以EPS节节败退 对 节节败退 那节节败退 我们来看 他的税后存益 也是一样 节节的败退 这代表说 他真的遇到了敌手 他的强敌在台湾是路易沙 但在中国大陆则是瑞幸咖啡 是 我们来看 不只是台湾 全球的星巴克 因为星巴克今年已经是47年了 他遇到了中年危机 我记得我们是40几岁的时候 我们也遇到中年危机 我们怕被老板犯 我们怕找不到工作 星巴克不是 他已经到了瓶颈 他已经没有往上的成长的空间 因为他最大成长空间在中国大陆 他在中国大陆19年 开了3300家店 结果中国大陆在最近有一个瑞幸 多少 一年就开了1000家出来 所以瑞幸你看 半年就开了1000家 这对他的威胁有多大 所以我们来看 他在2017年开出来之后 星巴克曾经反弹一下 然后他总趋势来讲 还是往下掉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 不管是台湾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这两个很大的华人市场来看的话 星巴克确实遇到了他的中年危机 所以星巴克遇到了中年危机 这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 对 人生的三大不幸是 少年得志 中年失业 老年贫病 我的解读不是 是少年得志 中年失业 林老路花丛 那就是人生三大不幸 所以因为他遇到了中年危机 所以他开始推出了 马一送一的促销活动 但观众朋友 我们要来好好解密一下 马一送一到底有哪些秘密 我相信你现在如果去星巴克门市 你跟他说 来 我要买一杯咖啡 一般我们都买是中杯的 店员就会告诉你 他有个话术 你现在去买 他一定会告诉你 阿冠 你现在是马一送一期间 你买中杯不划算 你想我要送你 是不是 我要送你 当然是你买大送到 买小送小 所以你要不要升等 大杯 大杯才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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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买大送大 你才可以送大杯 所以买大送到买小送小 你一定要升等才会划算 升等真的会划算吗 怎么升等最划算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场有星马克的咖啡 中杯 大杯 超特大杯 好 那当然是升等到特大杯最划算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 但是我们实测以后发现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 它的中杯到大杯增加125ml 好 我们来看 这是它的中杯 这是它的大杯 这是它的特大杯 分别是350ml 475ml 以及558ml 是 那同样都是加15块 因为有买一送一对不对 所以买一送一嘛 是不是要大杯才会合呢 买一送一 所以买小送小 买大中送中 买大送大 来 我们来看 中杯如果你改成大杯的 是 那你是增加了 15块 125ml 对 125ml 从120变135是增加了 对 每1ml是0.120 好 所以你从中杯升等到大杯 每1ml是0.12 对 那假设你是从中杯 你把它去买中杯 那一定是特大杯 比较花 买一送一耶 来 我们来看 如果从中杯升等到特大杯 那是83ml 是 对不对 所以83ml呢 其实增加了15块 价差1ml是0.18 对 所以其实 升等到大杯就好 升等到特大杯 没有比较划算 对 对 其实生理人算本不费 我说生理人最厉害 过去 如果你喝咖啡 全台北市的咖啡 10年前都有小杯 现在小杯都没了 现在都变中杯起跳 其实中杯就是以前的小杯 但这次 他买他送他 和第二杯半价 另外升等 我们来给他算他的成本 如果说以每一杯的成本20块来讲 现在阿官你进来买 你如果买单杯的话 那我就赚100块 120减20 100块 这理论上来讲 平常的利润 如果阿官你抽 搖搖搖搖 你抽到了 第二杯半价 半价也不错 你够拿一杯回去请董事 结果呢 你付出的是多少 因为多了60块 那120加60块180 180再减掉两杯的成本40块 赚140块 所以你不要看 他第二杯半价 赚的比你第一杯还多 多了20块 多了20块 因为你的单销增加 对不对 多了40块 你的单销增加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有亏钱 他根本没有亏钱 因为他的成本太低了 所以这个是他最好的 最厉害的 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厂商经常喜欢推 第二杯半价 不是送一 是第二杯半价 对 买一第二杯半价 你看那个买一 因为买一第二杯半价 其实厂商的 最好赚 利润甜蜜碟 对 你看所有你到超商去 所有的矿泉水 大部分都是第二杯半价 第二瓶半价 最好赚 来 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最有利的是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来讲 他利润只有80块 他的利润只有80块 成本40 但你只花了120块 对 那你一定觉得说 老人那么傻 你还连续做一个月的促销 怎么会有那么笨 我们再来精算一下 看他到底会合还是不合 假设如果说以他的成本 他的营业额 营业数 萊克数都一样都是100 那第二个 他的咖啡的成本都一样 都占他的成本的30% 然后他的营业成本都占53% 假设这些都是没有变动的 那最后他的营业利润就是17% 就17% 如果我们平常的话就是17% 就今天同样100 17% 好假设我现在买一送一 结果还是同样的100个人来 是呀 变-13% 这一顶了解 一顶了解 因为你这两个不变嘛 这两个不变 你来克数还是一样100 那这样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个促销是失败的促销 但是不可能 因为他们有经过大数据乱过了 所以以前来讲我们来计算 如果增加1.3倍的话 那么他的营业利益 会回到原来的17% 原来的17% 就是说我买比较多 我占比较少 但是我买比较多 同样占比较多 所以利小量大利不小 利大量小利不大 但是一般来讲 根据过去星巴克的经验 他的来克数是增加2倍 那增加2倍的话 本来从100变300 他毛利率反而是从17% 跳到22% 加5% 所以这很恐怖 而且以星巴克他的一个品牌 他的所谓的星巴克的中程度 那些客户来讲 这个机会应该是最大的 好 所以在今天我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经常去商店买东西 他会告诉你说 买一之后 下一个再买的话 下一个可以半价 因为对行李朗来购 这样子赚最大 但是如果回到星巴克 这一次促销活动 如果你想要享受 买一送一的优惠 怎么升得最划算呢 从中杯升得到大杯最划算 好 我们警戒也来看看 什么最划算 储蓄写怎么保最划算 保单大改版 明年开始有三项条款 明年元旦就要上路了 医疗仙 理赔 调阅 就医资料 同时还要掐寻其他的医生 另外就是抑制储蓄险 狂卖的乱象 死亡保障的比重 将会往上拉高 所以明年开始 我们的跟保险有关的心智 有非常多 从元旦就要上路了 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好好来讲讲 到底怎么保最划算 我们来看在演艺圈 非常有名的保险达人是 温生豪 老师 据说温生豪 因为妈妈就是做保险的 因为温生豪 所以她很有保险的概念 对 因为她在小学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她的母亲就在从事保险 所以说那个时候 30年以前的保险从业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保险公司 大概主推的就是 以储蓄险为主 所以说那个时候 她就存了 在她妈妈的主导之下 她妈妈帮小朋友 买储蓄险 这是很正常的情形 所以她一直到现在 40几岁了 她还在买储蓄险 到底谁是温生豪 我们先告诉观众朋友 画面上这一位很帅的帅哥 就叫温生豪 他拍过什么戏剧呢 《败犬女王》 观众朋友你看过吧 还有《犀利人妻》 以及《我们与恶的距离》 所以她是非常有名在演艺圈 不只是她演艺事业表现非常好 她的投资理财 那也是瞎瞎叫 我们来看一下温生豪的小档案 她是1978年出生 现在已婚 有一个女儿 年收入 估计这两年的年收入 会超过5000万 她说她的理财首则 第一条就是 每年买一张储蓄险 对 她买的储蓄钱大概都是属于短年期的 六年期或者是十年期的 因为早期受到她妈妈的这样子的影响 再加上她在大学币的业以后 就买一个月存5000块钱 一年存6万 存了6年 她到了那个6年的时候 她领到一笔 还不到40万的钱 那个时候对一个小吃 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个强迫储蓄的功能就发挥了 所以说她到目前为止 一直就有多余的钱 她一定要做个很保守的一个放置的方法 她就首推是储蓄钱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温申豪 这位在演艺圈 非常有名的投资达人 她怎么理财呢 好 我们来看她的理财 我们先看她的理财方式 她是50% 她所有的财富的50% 她都去买保险以及做定存 另外的50% 她做积极性的投资 或者是做副业 她买的房地产是 2011年 在三筹买了一间3000万的房子 这间房子有70平 而且有大车位 是一间新城屋 买的时候每一平是40几万 她有做副业 公务副业的部分 就投资了3000万 好 当然我们在今天主要来谈 她的保险规划 所以我们来看看她做了哪些保险规划 她有6年期10年期的增额型储蓄险 那保额有些是30万 有些是50万 目前她总共有5张储蓄险 一年缴的保费大约是60万 她还投保了意外险 医疗险以及最高单位的癌症险 来问一下凤和老师 这是一个好的规划吗 我们看看温先生她的一个身价 她如果说她都把她的钱 都去买储蓄险的话 她的保额 各位有没有注意看到 一张保额就是30万 要不然50万 跟她的身价是完全的 不对比的一个状况 但是她保了意外险 医疗险还有最高单位的癌症险 对 可是她的意外险 并没有讲说她的数字是多少 因为我们买保险 赔1万也叫做意外险 赔1亿也叫做意外险 所以她意外险的这个保额 并没有秀出来 那医疗险她也没有秀出来 她只有秀出来一个 买一个最高单位的癌症险 那至于什么是最高 这个也不太清楚 好 那我们就回来讲 她的储蓄险就好 是 换句话也就是说 温先生其实是把储蓄险 当做储蓄 是 她没有那么注重她的保险功能 她主要是把它当做 强迫储蓄的概念 是 所以她买了很多张储蓄险 每一年都买一张保额不高 但是年年都买 我们就以刚刚她的房地产来讲 她在三重买了一个 3000万的一个房子 如果说 如果说她40几岁正值壮年的时候 我们不要讲温先生了 我们讲我 如果正值壮年的时候 我要一个3000万的房贷 所以说我的受险 应该最少要 可能要买到3000万的额度 万一我今天有什么样的 风吹草动的时候 最起码我的家人 还可以有能力把这个房子 继续保留下来 这是一个基本的 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有能力买到3000万的房子 一般人可能买个1000万 就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是温先生 她的一个缺口 所以也就是如果一般人的房地产 大概是1000万 也就是说她的负债 是 她的负担 如果那个房子 是她主要负担是1000万 那她的受险额度 可以大约就定在1000万 是 没错 因为毕竟3000万 那你要买受险她的保险费 就算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 定期受险 大概一年也要快10万块钱左右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说 到底你的保险额度 应该定在多少 那关系到你的责任有多大 如果你离开了 你的责任有这么大 你的额度就这么大 责任有这么小 额度就这么小 那就看你是不是扮演 家里的经济支柱 比如说如果你要养两个小孩 你要养爸爸妈妈 你的家庭家经济支柱 包括压力非常大 这时候你的保额应该要大一点 是 但如果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百 全家都保 那你其实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你是不是要保受险 都还挖一个问号 是 那如果说大家会觉得说 受险的保费比较高的话 因为它跟年纪有关系 我们第二个可以强调的是 我们退额求其次 我们把部分买受险 可以部分买到额外险 因为毕竟额外险 它的保险费是最便宜的 而且它跟年纪没有关系 它跟我的工作 危不危险有关系 温先生他是演艺人员 他应该在我们保险里面 是属于第一类 或者是第二类 所以它的预外险的保险费 就算买到一千万 一年也不到一万块钱 它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保险 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可以用 意外险去补缺口 对 但是它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只有意外发生 这个是生病跟意外 通通都有 那到底应该保多少保额 就是你的人生责任有多大 就是你的保额 那第三个 它说它的癌症保险 已经买到最高额度 那我不晓得它的额度 可能是该保险公司的最高额度 但是实际上 它在30年以前买的 或者20年以前买的 沿用到现在 到底符不符合 我们现在的一个医疗 一个癌症治疗的一个花费 好这个我们改天 是 我们再仔细来讨论癌症 所以我们回来看 那除了温身豪之外 我想一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他们有一些保险的规划 那到底我该怎么规划 才是一个好的规划呢 在今天我们来提醒 如果是一个40 40岁的双心家庭 他们小夫妻了 现在大概40岁左右的话 凤和老师 你怎么建议呢 如果是小资族 我还是一再强调 小资族它的基本的交通工具 大部分都是骑乘机车 那或者是被债 不管是骑或者是被债 其实都有同样的危险 那么40岁 如果他就不是赚了很多钱的话 他可以先还是一样 先从意外险开始着手 因为你看意外险 它的保险费 不分男女大概500万 4000 4300 4500 每家公司不太一样 对 它的保险费并不是很贵的 你买到1000万的话 就好像刚刚温先生 那个不到1万块钱 那每个人可以衡量一下额度 那我为什么讲500万呢 因为骑机车是最危险的 对不对 而且它包括的是生雇 私能 还有一些医疗的一个领域 如果还是做捷运 就不用保那么高了 好来 我们往下看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癌症保险 我们癌症保险 希望大家还是一样 买的单位数越高越好 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 我们使用的药材 还有各种的技术都非常的昂贵 所以说我们希望 买的单位数越高越好 那么第三个就是受险了 因为年过40岁的人 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衰老了 所以说不要只光买意外险 有时候受险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前一阵子 我们在中国的那个艺人 不就是他可能是疾病发生的 意外险就不理赔 受险可以理赔 高以降 对 如果说你还有行有余力的话 那500万的话 男生大概一年要缴16000 对 女生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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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有能力的话 你又很怕这个病 很怕那个病的话 你可以加买一个叫重大伤病险100万 大概男女生都会6000多块钱 这样你注意看看 家里头男生跟女生两个人 大人的话 同胶保费一年 不会超过大概6万块钱 其实都已经算是百万 甚至于是千万的保障了 就很完整的保障了 基本上保大不保小的 平均下来一个月 家里的爸爸负担大概是一个月2580 妈妈大概是负担2千2 就可以让这个家庭有一个很完整的保障 主要赚钱的人 就一个很高的保障 好 那这是40岁的双薪家庭 我们再往下来看 那30岁的年轻人该怎么保呢 30岁的人 因为他身体都还很健康 我们就比40岁的人要少一些东西 而且他的年纪也比较轻 保费也比较便宜 还是那句话 以意外 癌症 受险 来做一个区隔 重大伤病就不用保了 他可能还比较年轻 但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他所付出的保险费 两个人加起来 大概是 大概是 大概2000多块钱 但是我们可能后面还有小baby 还有小baby 会一个诞生 那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生了baby之后 他第一个要考虑的 如果在保险的部分就是考虑 我到底该不该帮小孩投保呢 还是那句话 一个家里头主要买保险的人 还是爸爸妈妈是最重要的 希望把他的额度拉到很高 那因为小孩子现在少子化 每一个都生一个觉得很宝贝 还是会把我们的小朋友 把尽量把他的保障 弄到最完整 那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一个 试算表 我们小朋友大概在15岁以前 要特别强调 他如果说有生雇的话 是不理赔的 他如果说有生雇 这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比较着重 医疗 医疗 意外的残 烧烫伤跟医疗 还有重大伤病 这一个一岁的小朋友 顶多是一万块钱 七岁的大概是六千多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状况 我活得越大 保费反而越便宜 这是因为我们的癌症 我们的癌症 因为刚生下来的时候 还没有长好 长到大概七岁了以后 慢慢长好了以后 他的保险费反而比较便宜 那女生大概也是这样的钱 如果这样总刮起来的话 小朋友大概一个月就是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左右的保险费 再加上父母亲的话 这样一个整个家庭一年 他所付出的金额 大概不会超过家庭的十分之一的收入 那小朋友会得到什么保障呢 小朋友大概有癌症 有癌症 你帮他规划了六个单位 对 因为这个癌症保险很便宜 因为我就有一个小朋友的保护 一岁半的时候他得了血癌 那经过大概两年的治疗时间 最后不幸是往生的 因为血癌是很难治的一个疾病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六个单位 有重大伤病的话 这两个加起来 大概都已经赔了他三四百万的保险费 小朋友为什么要保重大伤病 刚刚年轻人都要不用保了 为什么小朋友反而要保重大伤病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状况 是他刚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有长好 不像我们大人到了二十岁以后 该长好的都已经长好了 对 小朋友刚生下来的话 很多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会建议一下 因为不一定会得癌症 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 就是我们买个重大伤病险 但是他的重大伤病险 他会随着年纪而保费慢慢的往下降 所以这是如果你想帮家里的小朋友保险的话 凤和老师给的建议 好 当然还是回到投资理财 最好口袋里有钱是最保险的 怎么样让口袋有钱呢 那我们来看 在今天很热的新闻是 核润期 我们之前谈过 核润的公开抽签 已经结束了 总共有98.7万笔创下新高 不得了的多啊 这么多人去抽 到底中签率多少呢 中签率蛮惨的 只有0.45% 换句来就是说呢 100个人里头只有0.45% 200个300 大概300人里头只有一个人会中 1000个人只有4.5% 所以非常非常低的中签率 汽车股最近题材蛮多的 来问一下大师怎么看 如果像这个 核泰汽车是第一品牌 所以很多人买它是 因为二手车也是最容易卖的 所以很多 像我小朋友也就是买核泰汽车 那你看到它现在已经标到615块的历史高价 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在看 既视指标里面 就像说KAD跟MACC式氛化 那我这边有介绍一个 大家看这个右上角的这个DMI 因为你这个核泰汽车一路走高完以后 指标氛化完以后 你看这个DMI里面有一个ADX 它大概在高档完以后 就回答 所以来讲的话 用这个指标来判断 其他指标敦化的一个现象 另外来讲这一支股票 所以大师你意思是 现在因为一万点 很多个股涨很多了 所以很多传统我们习惯看的指标 会不会出现敦化 对 所以当很多股价涨多之后 KD、MACD产生动化了 开始失灵的时候 你该用什么指标 来看这些涨多的个股呢 我们在今天教过的朋友 另外一个新的指标讲你怎么看 这个新的指标叫做DMI 这在一般的软体都可以看得到吗 都可以 像XQ或是我家用的金层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DMI指标 是不是再仔细教一下 要怎么看出它的卖讯跟买讯 它这边有一个上升幻向线 这个有一个下降幻线 那涨的时候 它这个指标会从16左右 慢慢的爬升 有没有 上涨的力道一直爬升 爬升大概在56到60的时候 就多头力道耗尽 所以以核泰车做的例子 其实还已经来到5、60了 短线 因为它涨很多 这个是一个多头的力道 所以从DMI指标来看 核泰车其实是不应该再追了 对 另外这个指标还有一个最重要 在空投市场 它跌的时候也是这个会慢慢上来 所以如果有很多走空的股票也可以用 所以它涨是很强势的个股 跟跌是很强势的个股都可以用 好 所以到5、60就是 相对一个多头的力道 我们叫做浩劫 多头力道浩劫 对 那空投力道浩劫也是会到这里吗 对也是差不多 所以当它跌很多的时候到5、60 就是可以买 可以买 好 那我们再举台积电做列子 你看台积电也是一样 很多人也说台积电涨很多 你看台积电也跟核泰车 有没有 一路走 有没有 一路这样盘长 涨到315块 你看到DMI 前一阵子 有没有 DMI也是跑到这边 有没有 短线从315块 所以在这个位置 短线其实应该卖 对 可是到这个地方再卖 那就不需要 对 这是相对一个判断标准 另外台积电的话 这里面要跟大家澄清一个事情 就说 我大概在礼拜天跟人家吃饭的话 我们四大受险公司 为了费对损失 把台积电拿来实现利润 把它去补费对损失 那他什么时候补 你知道吗 明年的一月 花会计年度完以后 这个四大公司卖的台积电 通通会补回来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最近台积电不是 很多农资 中石户都买 你只要再撑 20几天以后 花到明年的 会计年度的话 很多社交公司 就会把台积电补回来 就会再补回来 但是来大师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红色这条线 你刚刚叫我们看红色 红色他在DMI 要怎么设定 是设定14吗 对 一般来讲 为什么要设定14 我讲一个道理 因为我们全部的记事指标 只有这个作者 他用中华民国的 应力的一半 28天 只有14天 所以全部的记事指标可以变 只有这个指标不能变 你一定要用14天 好 所以红色这条线 是DMI指标 ADX14 好 设定14 然后你就 蓝色和 头红色都不用看了 只要看暗色的 这个就是多头的力道 这被埋进 这个空头的力道 所以它是多空的 两个力道 另外有一个 一个所谓的动量 所以我们看动量 比较不好的时候 那刚才我们就看动量 就好了 对 因为一个是多头力道 也是空头力道 但是主要我们看红色这条 动量来决定 你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所以从台积电的角度来看 DMI指标 告诉我们 你如果之前没买 3.15没买 现在不用走 对 好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好 大盘 大盘 现在已经第12月份 剩下一个月份 大家看一下这个盘是 从11月6号的11668 跟11月11号的11409 有没有 这260点 一个月都没有破 像今天盘中不是有低点吗 也是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这一波涨上来以后 在这个高档整理的 是超强的一个盘式 所以我个人认为 整理完以后 它应该是 今年缩高的几率 还是相对比较高 强势整理盘 对 因为我认为12月份 我们台股缩红的几率 比较高 按照 那美国大概相对有一个压力 所以我认为 这个月应该相对会缩高 也是我们经常在讲的 一个说在12月31号 相对的高点 但当时还没到12月31号之前 要先碰到1月11号 总统大选 对 那往年大家对 到底有没有水举行情 都会有个迷思就是 通常执政党 要不要拉选举行情 因为选举行情 就是执政党才有子弹可以做的 执政党到底要不要拉选举行情 就是股市没有涨很多 可是呢 也没有跌很深的时候 他就拉一个好像 让你解套 又还没有解套 快要解套又不能解套 那叫做选举行情 但今年算是已经到1万多点了 还会做选举行情吗 现在就在进行中 我们从10月1号 这一波开始涨上来 这个都市掉了 对 这一波市嘛 对对对对 到这个地方还需要再做选举行情 还会 还会 因为我经常听收音机 他把我们上 上万点当做他的政绩之一 如果说哪一天 过我们经常讲的 过的12682的话 那是更大的政绩 所以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上那个 一个历史新高的几率很大 如果他要 把股市当做政绩的话 他是还是得往上拉 对对没有错 那我们再看 那这时候盘面上有哪些 个股值的流液 我们看一下 里面我们今天推荐 汽车股跟那个 汽车的电子零件 最近汽车股 汽车 大概 我们刚才介绍 荷泰车是涨很多 那汽车第一支股票 就是那个玉龙车 你看他跌了八人 有没有 相对相对非常的 一个低档 而且3Q的财报不好 所以我们经常在这边讲说 有些上万二 投资人不敢买的股票 你可以去找这种说 相对很低档 你看他相对低档的一个价格 可是他财报不好 对对对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很多财报不好的公司 3Q不好玩用 他会有一个所谓的触底反弹 而且我目前大概缩几很多资料 大概很多3Q财报不好的 都在做破底档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 利空出境 对对对对 因为像那个核泰车 我们看一下 下一支 核泰车不是跑到历史新高 615块 有很多投资人说 要不要买这个 我们刚才不是有介绍 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 就是所谓的法联任养股票 那一般来讲 我们投资人可能买不下 对不对 可是像刚才那个益龙车 是相对比较低 那这两个之间 投资人要买 这个益基非常好的 或是益基很不好 有利空出境的 那投资人要做一个判断